一年後 內戰爆發 這一年的暑假 回到家裡與家人一起 共度假期的李佩玉 與父親單獨在一起的時間少了 此時李季申正在與馮玉祥 等堅持和平與民主的人士 一起聯合反對內戰 我覺得奇怪 每天馮伯伯 馮玉祥伯 都到我家裡了 每天每天來 坐我父親的破吉普車 找總理 天天去 就是肯定蔣介石反共了 反到底了 商量下一步 怎麼辦 天天去 天天去 我覺得有什麼事 談得完沒完沒了 天天去一直到我走 就是怎麼樣成立國家 怎麼樣肯參加政線 就這一段 做得很快